高雄空污嚴重 環保署補助打造電力渡輪 要替換騎經的老燃油渡輪 昨天第一艘電力渡輪下水啟用了 民眾很明顯的感受到搭船不用再聞油煙味 新船下水啟用 往返高雄騎經的乘客 搭到新渡輪不只開心 還發現船上空氣變得很清新 安靜沒油煙 高雄騎經的第一艘電力渡輪也是亞洲第一艘 環保署補助打造就是要替換老舊的燃油渡輪減少空污 年底還會有第二艘電力渡輪完成 市府希望全電力渡輪如果效益好可以全面貸款 因為高雄空污三分之二是境內產生 高雄港的硫化物污染就占境內的三分之一 高雄港物公司已經在今年啟動獎勵低油燃油措施 明年會進一步限制燃油的含流比例 環保局預估到時候高雄港流化物污染將能夠減半 記者黃建孫 孟昭全 高雄報導